哈喽 我是娃娃娃 今天是12月份了 天气降温了 今天呢 没有弄香肠 然后继续再发快递 这边是京东已经包好的快递 顺丰也在这里 然后顺丰拿走了几个键 我网上买的箱子终于到了 就这些箱子跟袋子 去京东快递额外都支出了1000多 然后今天没什么事 阿姨他们这里就玩着了 然后让他们先配点货 我要去干嘛呢 配护的工作要慢慢交给他们 然后我负责什么呢 我负责原材料 现在我要去买猪了 哎哟好冷哦 这是王总的御用车 拿猪的御用车 老板你这个越野车可以哦 哈哈哈哈 你这个越野车坐高高 咱们抖的也挺厉害的 我的妈呀 我们开车开了快20分钟 到了这个乡下了 然后是 是你摸我一样的猪是啥 哎 我麻烦了我眼底 是吧 可以看看不吗 可以 哎叔叔你好 哎呀 你好 哎呦 这这四个呀 哎这四个 哇操 这个味道简直上头啊 这四个猪怎么样 你好臭 天哪你好臭 你太臭了 我打个拨拨腰好臭 哈喽 你好呀 第一次见到你啊 我一直关注你很久了 你关注我了是吧 对 对 包括我喜欢你 还有一个叫吴县的啊 那时候在西藏 那时候我也在西藏 啊 就关注你们的 这样的啊 对 你是不是给我留过言 留过言的 然后我你直播的时候 我给评论好多次就说要不要猪问你啊 也没有得到答复 是吧 对 然后我们还是过来 听说这边有这个粮食之土猪 我们还是过来看来了 好 谢谢你的关注啊 一里面面 要不打碎了才喂猪吗 对对 这边呢 这边呢 这边也是 也是啊 对 你就是这样子 拌你来吃啊 对对对 不煮熟啊 不是他们说有的粥可以吃 小的要煮熟 长大的就不用煮熟了 直接喂 对对 我家以前也养猪的 我家以前小时候养过猪 但是年了少 老人可能就是要煮熟了 喂猪食嘛 两个三个 你多了不可能啊 大哥说这个猪还有点撑 哇 这简直进不去啊 你们是怎么在里面唱聊天的 我是简直进不去了 你们说为什么猪猪这么臭 肉肉却那么香呢 前两天搞了两个猪哈 也是他们家的 那个肉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现在呢 师傅在跟他们讨价还价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猪啊 肚子是鼓的 他们今天九点多喂的早饭 然后现在是下午的五点半了 那猪还没完全消化掉 吃饱饭的猪 我们来撑的话 我们会亏钱 然后杀不够蹭 因为一斤毛猪的话 它是出不了一斤肉的 它可能出个八两肉 七两肉的样子 如果杀不够蹭的话是要亏捆的 现在要给猪猪撑一下体重了 这个风法好不费力 然后再把屁股后面抬一下 多少斤啊 二百七二百八 你别动 你看我家它就别动了 179公斤是吧 对 加这个笼子 还加笼子 嗯 第二个猪猪 198 男人的力气就是大 123走你 123走你 正常收猪的话应该是早上六七点就过来收 在猪没有喂食之前 但是我这两天太忙了 再加上降温天气冷 我早上又起不来 所以今天就下午来收猪 其实收猪之前可以看哈 猪的肚子 如果猪的肚子鼓鼓的话 就代表是它喂过食了 扁扁的就是没有 那么我们今天买的猪的话是有点鼓的 这四个猪称好了 要走了 回去了还要赶着那个红一站的人下班 去拿票子 天都黑了 这不也太陡了吧 我的天哪 换来换去的 我真的太累了 一路回来不知道打了多少 差弃了 最近的胃也不太舒服 胃爽胃脆 你看一下我们现在天都黑完了 走哪条路啊师傅 别走错路了 你知道走哪条路吗 走右边 走右边走 哎呀你这车 哎呦爬坡 人都没有 在山里面行走 我终于回来了 一路上打了不知道多少个哈欠 太累太困了 从买猪到 回来花了快三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现在把猪先拖到屠宰场去 明天就它了 明天我们看看它的猪是怎么样了 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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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午我们下午 把猪接起来 根到最后 上午